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方向的气味令人感觉舒服 所以不少人都会利用精油 去舒缓情绪和压力 有运动员就希望透过自己的经历 推广天然的精油产品 给更多人认识 运动员的黄金时间有限 竞赛生涯结束之后 就应该重图社会 今天所访问的这位运动员 他就接受了妈妈的天然疗法 和生物科技公司 当众你也遇过不少的困难 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他如何克服 Hello Louis 你好 今天很欢迎你接受我们访问 其实我知道你本身就是 这个泰拳的运动员 为什么会回来接受妈妈的生意 其实是这样的 我做运动员的廉知 是比我经营生物科技公司 是比较久的 其实除了泰拳运动 我在去年 2021年 就拿了泰拳理事会 48公斤级的香港拳案 除了泰拳运动之外 其实我在赛车运动上 都有十多年的廉知 我除了是赛车手之外 我亦都创办了自己的赛车队 我亦都是赛车教练 作为一个运动员 或者运动教练的同事 我一直都有用精油 我会明白到精油 其实可以在很多不同的层面 是帮到运动员 去提升他们的运动表现 不论生理 心理上都可以有一定的提升 所以我会希望用到我在运动员 和运动教练的资力 和经验 再结合一些天然疗法 就像我们用的方向疗法 去帮助到社会上更多的人 让他们知道 如何用方向疗法 可以帮助人类更大的健康 其实在以往这个运动员生涯 和你现在去接触这个新的行业 会不会有什么帮助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得着就是 因为我自己本身很喜欢精油 我都很喜欢香气 我明白到使用精油的过程中 如何令到自己放松 如何令到自己身体和心理 都可以准备得更好 去应付运动上的挑战 我觉得自己的一些经历 其实都可以和不同的用家去分享 如何用精油可以帮助运动 令到运动的表现提升到 令到人可以更加舒服 更加健康 其实在这个天然疗法 和这个生物科技里面 坊间也有不少 那你怎样看这个未来的市场 我认为这个绝对是人类的 除了人类的未来之外 其实都是我们的历史 因为你看看人类用草盆药物 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 那在这几千年里面 有一个时间是可能因为一些西藥 成药的发明 可能功效是快的 但是亦产生了很多副作用 慢慢人类也都回回头了 我们现在的生物科技 正正就是做这件事 其实我们是将一些 在人类历史里面 可能出现了几千年的 草盆类型的产品 但是我们就将一个最有效的成分 可以摧取出来 运动员经过长时间的磨练之后 相信他的意志力和抗疫能力 都会比一般人强 就算社会经验较少 相信他们这种性格 都能够帮他们克服重重的难关 Lulisa 其实坊间都有很多不同的竞争者 你们公司会不会有什么服务 又或者终止你们的团队 可以特别认出 在这方面我们希望 在教育里着手多些 因为其实精油的用途很广泛 但是我们相信 不是每个人都会知道精油怎么用 所以我们有自己的慈善基金 慈善基金属下 会有我们芳疗学院 芳疗学院我们会有 芳香治疗师的培训过程 亦都会有一些义工的培训过程 我们希望可以培训大量的 懂得用精油的义工 我们可以跟不同的服务机构对接 令到芳香疗法可以更加普及地 用到在社区里面 其实你们本身都是本地製造的 这方面你们的博物会在哪里 其实我们在香港这边 我们研发团队一直都在科学院那里 科学院这边的研发团队一直都希望 可以将精油 用到在更多不同的层面上 我自己作为运动员 运动教练 我会希望在运动范畴 用到多些 另外就是一些流动的 抗香装置 好像车用的抗香机 我们一直都希望可以 令到更多人在车上 都可以用到精油 基本上我见除了女士 很多现在更加的年纪 都会用精油 那有没有什么人是不适合用呢 其实因为本身精油产品 我们用这个理疗级的精油 都是纯天然的植物摧取物 大部分情况都是非常安全的 除了我们会比较关注孕妇 尤其是花蕾的精油 会令到子宫收宿情况会加强 一般来说 我们会建议孕妇要小心用 另外就是老人家和小朋友 我们会比较注意那个稀息量 老人家和小朋友用精油的时候 那个稀息量会稍微提高一点点 我们通常推广的产品都需要宣传 在你们方面 你们公司会如何推出一系列的宣传 正如我刚才提及过 我们希望在一个高档的汽车香氛市场 可以占一个份额 因为我自己去看这件事 暂时高级的汽车香氛市场 是一个未被发掘的南海 我自己也很喜欢汽车 身边很多朋友都喜欢汽车 我们都会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贵到几百万的汽车 普通到几千元的汽车 都是用一件几十元的汽车 所以我们希望在汽车上可以做到一些宣传 上年我们做了一个举动 就是我们也赞助了澳门的格兰希治大赛车 在我们赛车上面 都有我们产品的商标 希望关注汽车的朋友 其实就是我们一些潜在的客户 因为他们是喜欢汽车的人 他们也愿意为自己的汽车 去添置一个更好的装备 我们希望用一个赞助汽车 来提升我们的品牌形象 也可以照顾到关注汽车圈子的朋友 去知道我们的产品是可以用在汽车上 在疫情之下 不少人可能都会觉得情绪比较紧张 精神压力比较大 如果懂得正确地运用精油 其实都可以有助舒缓紧张的情绪 Louis 其实在这个疫情期间 各行各业都受到打击 那你们这个行业会不会有影响 其实在疫情期间我们都没办法借面 我们的生意都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幸好就是在疫情期间 大家对一个健康的意识都高了 大家对疫情都这么紧张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天然方向的精油 在空气里面 其实大家闻到都可以有助舒缓到大家的情绪 那客户层呢?是针对哪些客户层? 我相信关心家里的朋友 就会用我们的产品最多 因为一个精油矿香在一个环境里面 在环境里面 各位家人都可以有这个保护 所以我们在家里的客户层会比较多 我们都期望疫情快点过去 那当疫情过去之后 你们公司有什么新的版图? 我想现在其实很多人对精油和天然疗法 都可能比较陌生的 我们的生物科技集团属下的慈善基金 一直都希望可以将精油普及化 令到更加多人 懂得运用精油 以及可以在不同的场景都可以用到精油 那未来我希望可以和更加多的机构合作去做研发 我们现在建议和国内一些工营机构合作 我们想共同研发更加多的产品 希望将这个生物科的元素带入生活里面 让更加多人可以受惠于天然研发 今天很多谢你接受我们访问 希望未来你们的生意会蒸蒸日上 谢谢 运动员的生涯虽然短暂 但有时候都要逼不得已的转型 希望他们去凭着自己克服困难的这种经验 从头社会能够创出自己一片事业 今集时间差不多了 下一集再见 是需要倚靠人物和资源 才有机会占市场一席位 市董会 你的生意人物平台